美媒美国海军强制接种疫苗之际 又一现役人员死于新冠病发症 美国海军周三宣布 又有一名现役人员死于新冠病发症 本月已经至少有两人死于新冠 美媒报道显示 该消息发布之际 美国海军正强制推进现役级预备疫部队 完全接种新冠疫苗工作 他于9月2日确诊阳性 9月9日住院治疗 美国海军要求现役人员 必须在11月14日之前接种最后一剂疫苗 预备疫人员必须在12月14日之前接种 以满足各自的完全接种疫苗截止日期 即11月28日和12月28日